嗨,大家好,我是电力厄 那么刚才VARIETY发布了与EA副总裁 也是模拟人生系列的总经理凯特·戈尔曼的采访 正是相当于官方回应了关于模拟人生5的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呢,没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概他们的意思吧 就是说模拟人生5作为一个续作是应该不会存在的 但是他们的用词非常的谨慎 那么EA方面呢,现在说模拟人生5 一直以来都要在这个模拟人生5前面加一个定义 叫做not as successor 就是没有作为续作的模拟人生5 什么意思呢 总的来说,这个经理的回应呢 就是模拟人生4会作为一个平台运营下去 但是同时他们还提到project renee 也就是大家之前猜想的模拟人生5 其实呢,是一个模拟人生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外传,一个独立的多人模式模拟人生 那么你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就像当年的模拟人生online 一样子的定位的游戏,它会独立于模拟人生4存在 那模拟人生4呢,会继续收到比如说资料片啊 别的GP啊,游戏包啊,这些东西 但是呢,也会再加大力度推广creator's kit 创作者包,也就是和社区合作这些包方面的内容 那么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对于模拟人生5的回应 还是在这个到底有没有 那其实这一次回应还是没有说到底有没有 因为他们像我刚才说的用词 他们都是没有作为续作模拟人生5 但是他的原话里面有说什么呢 原话是说variety这边的记者问道 那到底有没有模拟人生5呢 Gorman说到的是没有作为四代替代品的模拟人生5 至始至终都没有说没有模拟人生5 那他接下来说的是 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会继续把大家 期望从一部模拟人生5中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高清的模拟体验之类的东西 继续制作继续成长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会把你所有的进度重置 然后让你从头来过 我想必这个语境里也包含了重新买DLC这件事情吧 毕竟四代的很多DLC 实际上就是三代的DLC 然后再给你拆开 拆得更碎的去卖 那他们的意思呢 大家就可以想象你三个游戏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CSGO 反恐精英全球公式到CS2的转变 手腕先锋到手腕先锋2的转变 以及微软模拟飞行到微软模拟飞行2024的转变 那这三个游戏呢都是类似的概念 就是他们是续作 但是他们又不是续作 他们是一个游戏以平台为基础的进化和升级 就拿微软模拟飞行来说 微软模拟飞行2024 加了很多新的玩法 新的任务 画面 然后之类的东西 递景全面升级 但同时继承来自模拟人生前作一切的可以被支持的DLC 还有你买的那些内容全都在 那包括CS2也是一样 你以前买的东西皮肤饰品全都在 直接就是相当于 然后引擎升级到起源2 那这边呢 目前我们看来 模拟人生系列的方向就会是这样子 或许 当然这些 我接下来说的都是我的猜想啊 当然我是从他的这个采访里获得的这个感觉 就是或许在某一个阶段 在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升级的情况 但这个升级的情况可能不会叫模拟人生5 也可能会叫模拟人生5 就像索光线风2一样 但是呢 也很有可能会叫做模拟人生 就是他很可能 我猜啊 如果是作为一个平台的意思的话 很可能会把模拟人生后面的这个数字编号去掉 也不一定 也可能呢 会叫这个模拟人生年份代号 就像微软模拟飞行那样 不一定 反正在之前EA举办的这个新的这个 现实在家登录活动 也可以看出 现在这个游戏转变为一个免费游戏以后 它是以一个平台的形式进行的 它卖DLC可以理解为 比如说很多MMRPG网游 卖这个资料片 魔兽啊 上古卷柔online啊这种 然后呢 说不定未来我们就会有一个The Sims 作为一个平台 然后它会一直更新 也会更新画质 也会换引擎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因为我刚才说的一个例子是有的 但是这些我们没有任何的官方确认啊 这些完全就是它这么一个模式下类似作品做过的事情 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块并行的就是这个Project Renee 就是模拟人生online 很可能这就会是模拟人生的未来 那关于更多的信息呢 目前我们没有 我们还知道亚马逊在拍一部模拟人生的电影 关于这模拟人生的电影具体怎么拍 是失控玩家那样 还是会拍成什么情景喜剧 我们都不知道 总而言之 这是今天关于模拟人生的一些更新 我们以后再见 拜拜 拜拜